接著伺服器OK以後 你可以看到 我們修帽 修帽 -1 192168 -0.1 你可以看到 哎呀 修帽不會動 修帽為什麼不會動 剛剛RPCinfo可以動啊 對不對 然後修帽不會動 他說連線被拒絕 因為 防火牆 回來 再看一次防火牆 防火牆 IP tables 你可以看到 IP tables 我 允許了上RPC 新連線狀態進來 可是 我並沒有允許 這邊的Po Mount D的Po 哎呀 防火牆 要讓Mount D的Po進來 可是偏偏 Mount D的Po 是浮動的呀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要想一下 你就要想一下了 你看用RPC info -p 192.168.0.11 自己 可以看得到 那是因為你自己的身上啊 那我 有沒有可能 因為防火牆的關係 每次重開 他就給我每次重來換一個Po 是的 他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在一個防火牆的環境 你有可能需要 把Mount D的Po固定起來 我們看一下 Mount D的Po固定的時候 你要去到System Config 目錄 去打開剛剛的NFS 把Mount D的Po固定起來 這裡 Mount D的Po 把它改成 比如說 50 892 好 我就故意的啦 沒有一定是多少 五六六 好 遇到這種狀況 用小寫的U 拖回去 再寫一次 50 892 Escape Mount WQ 重開伺服器 好 重開伺服器 再看一次Po RPC自己 你看 他都固定成50892 了 他乖了以後 你讓防火牆 專門讓他通過 UDP跟TCP的連線 所以 把防火牆指令交出來 IPTABLE 加I 插在前面 INPUT前 -I 收到封包的網卡 11 然後協定 TCP 目的report 50892 原線狀態 原線狀態 狀態為 新連線 -J 接手 再來 TCP之外 再加UDP 好 這樣子一來 外面的人 可不可以連了呢 找外面的人 MountD 過了 看到沒 ShowMount-E 就可以看到 所以ShowMount所連接的 事實上是MountD而已 MountD而已 MountD而已 掛載上去之後的事情 還有NFS 等一下喔 現在我換人了 我到DEMO2這裡 我把這個 放大一點 讓你自己看的大一點 然後 所以我去到我的Mount目錄 在Mount目錄裡面 有這些東西 那我先不做 MacDiR 我說 這個叫做 DEMO 我要掛載DEMO 我從它做ShowMount-E 192.168.0.11 你可以看到 它分享的是SRV NFS 由此 你就可以 建立出一個掛載的指令 遠端主機叫做E1 然後冒號寫線 SRV NFS 掛載的對象是DEMO 蹦 啊 卡住了 對卡住了 為什麼卡住了呢 因為 我雖然開放了MountD 防火牆上 沒有開放NFSD 你看 NFSD NFS所使用的Port 是TCPUDP2049 它是固定的 所以 你要回來 到防火牆上 不是這一條 不是這一條 這一條 在DEMO這一條上 防火牆上 好 你要讓 UDP 2049 過 TCP 2049 哇 過 TCP跟UDP都過了 Ctrl C切掉 再掛一次 過了 所以 你要看到 當你在做這一些 NFS的行為的時候 防火牆的一些互動 是重要的 我們在課堂上 可能沒有機會 這麼細的去做這件事 因為課堂的時間有限 所以 線上的課程 我們可以慢慢的做 可以讓你看清楚 所以 這些過程 請你一定要 好好的練習 如果你 不知道防火牆怎麼回事的話 防火牆前面的章節 或是防火牆那部分的課程 請你好好的 看一看 好好的練習 你在 有把握做這些事情的之後 再來看 看這個會比較好 你看 這個時候 NFS伺服器 已經可以掛載 掛載之後 有些什麼事呢 我從這裡進到demo 看到了兩個檔案 這是我們剛剛分享出來的兩個檔案 檔案在我眼前 我要怎麼用 我就這樣用 我要把它摳回來 摳到什麼地方 我就直接Copy post.log 然後呢 我把它摳到我的SRV上 它就變成 到根目上有個ARV的檔案 我這邊的鍵盤不好打 它這邊 竟然多了一個檔案 叫做ARV 這有扣進來了 我把它殺掉 好 那我們可以扣沒錯 請問 MNT DEMO 我可不可以在這邊建目錄呢 我是ROOT 我是ROOT 我是客戶端的ROOT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建立一個目錄 MKDIR 它說 無法建立目錄 全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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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ROOT嗎 ROOT怎麼會有全線不足的狀況呢 為了做實驗 所以我們都過來 在這個時候 我去到我的分享目錄 SRV MFS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我建立一個目錄 我讓人家上傳 Upload MKDIR 或不是 我Change mode 我讓它變成一個 完全開放的 Upload 777 那麼這個時候 在另外一台客戶端上 一樣也會看到這個Upload CD進入 Upload 它可不可以建目錄呢 這個時候 TTT成功了 這樣就成功了 全線開放 全部成功 那問題是 當我建出來的人 是怎樣 你看 我在我的電腦上 叫做ROOT 這個 可是我寫到 遠端主機的 分享目錄裡面 的時候 它卻把我的身份 變成這個 這件事 就很嚴重了 這就是 NFSD 它對於遠端主機 身份的一種 身份對照的過程 這件事 需要用 這個來跟你說明 NFSD 決定了遠端客戶端的身份 如果客戶端是UID0 UID0連線連到NFSD上 然後呢 問題是 如果客戶端的UID0 到了伺服器上的分享目錄 也被當成UID0 那大家都是ROOT 很多ROOT在這邊亂搞 那不天下大亂 所以 客戶端的UID0 經過NFSD之後 NFSD會把你變成一個莫名其妙的使用者 65534 65534就是剛剛講的 剛剛看到的NFSNobody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 如果客戶端上的一般用戶 連料字上面來 一般用戶 進入NFSD之後 NFSD會很 很 很方便的讓他繼續用1000 把檔案寫在上面來 是的 一般人的UID 就會被NFSD 歸納為正常的UID 你的身份會直接延續到 遠端的分享目錄上 這裡面唯一的例外 就是ROOT ROOT的UID0 會被NFSD 轉換成為另外一個 Nobody的身份 讓你不具備任何 控制管理這邊的權限 這是未來安全的設定 而這個設定 我們看一下Main Page Main Page Export 往下拉 這裡齁 Secure指的是 一定使用1024以上的POR RW可讀寫 非同步 同步 有沒有 之前在講掛載參數時都應該講過 然後 預設NFS會支援ACL 除非你把它關掉 這是NoACL 好 現在講到這個 叫做User ID Mapping 而這個動作在這裡 很常見的狀況 It is not desirable 你不會希望ROOT user在客戶端上 的時候在伺服器同時也被當成ROOT吧 所以在這個時候 UID0 一般來說會被對照到另外一個ID 也就是所謂的A Nominus或者是Nobody 一般來說就是6534 是由誰做的 他做的 這個設定參數叫做ROOT SQUASHING 是預設值 可以被你用NoROOT 關掉 在進入下個階段之前 我們先給你看一下 客戶端上如果換一個人 會發生什麼事 SU-JIMMY 好我現在是JIMMY 我的UID是509 好 然後JIMMY呢 跑到MNT的DEMO JIMMY進到DEMO之後 進到Upload目錄 在Upload目錄裡面 建立一個檔案 目錄 JJJ 你就可以看到他寫的是JIMMY 也就是他的身份正常的過去了 如果我到伺服器上 在這裡 進到Upload 看到 這裡也是一個JIMMY 這裡也是JIMMY的原因是 因為 在我的伺服器上 JIMMY的UID 也是509 所以 我們等一下在講 進階設定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這些設定很可能會在你的 展現上面 或者是你在 伺服器設定的過程中 代表了很重要的一些 全線的調整 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掛載 掛上去沒錯 但是不是掛上去 這件事就完 就結束了 有很多全線上面的調整 需要針對你的需求 來做一些 做一些指定 這些需求的指定 如果沒有好好處理 通常往後 長久都是問題 也就是現在你看到了 正常來說 ROOT進來 外面的ROOT進來 會被當成NFS Nobody 但是 一般的用戶 完全不受影響 509 到這邊就是509 你不要說成 JIMMY 客戶端的JIMMY 到這邊就是JIMMY 不是 客戶端的509 它這邊登記著 到檔案上 就是509 只是因為 今天這兩台主機 是用Snapshot做的 所以它的使用者 完全一樣 如果我今天搞個使用者 完全不一樣 那就完蛋了 所以 我們 我們 等一下會談到 就是所謂的 進階設定主態的時候 請你注意看一下 這樣的過程